2018年,有位年僅22歲的年輕釣手 盧怒陶般的進入日本黑盧釣手最高殿堂的JB TOP50中 而且在隔年2019就獲得JB TOP50的總冠軍 並且在短短三年內晉升成了JB TOP50的No.1 沒錯,他就是天才般的新星 藤田金迷,Fujita Kyoya 在影片開始之前,麻煩大家按下訂閱支持我們 並開啟小鈴鐺才能接收第一手的釣魚人物誌的訊息喔 藤田金迷在1996年4月2日出生於日本祈禦縣 因為父親喜歡釣魚 所以金迷從小就對釣魚耳如木懶 直到小學一年級時 他從父親的公司同事那裡得到了一個鱸魚夾耳 從此,開啟了成為職業鱸魚釣手的道路 金迷從上小學開始 就時常去附近的圖書館 閱讀釣魚影片以及雜誌學習釣魚 根據紀錄所示 當時金迷都是看Hiro Night 所出版的雜誌跟DVD 除了從影片及書籍學習釣魚之外 金迷也常常跟父親以及哥哥一起去釣黑爐 把書中學習到的知識 以實踐的方式進行驗證 金迷從小就培養了良好的習慣 順帶一提 金迷的兄長藤田夏輝 藤田夏輝也是JB TOP50的釣手 藤田家的兩兄弟都是厲害的黑爐高手 藤田金迷第一次參加比賽 是在初中一年級的時候 這年他只有13歲 也許是年紀還小 還無法承受大型比賽的緊張感以及壓力 所以很可惜的在這場比賽中 金迷一條魚都沒有釣到 有了這次的挫折經驗 於是金迷更奮發的練習 經過了三年將近20場的比賽歷練 終於在高中一年級時 得到了第一個NBC賽事冠軍 這年他只有16歲 高中畢業之後 他搬到了山梨縣的河口湖附近 一年中花費在釣魚的日子上超過350天 並且每天都詳細地記錄天氣、溫度、水溫以及釣魚石的感受 這段時間幾乎參加了所有河口湖所舉辦的比賽 而且呢在過半數的比賽中都有得獎 甚至還使用當時鮮少人使用的大型Gios賈爾 來驗證自己的想法 並獲得獎項 因為對釣魚的癡迷 還加入了總和學院 Human Academy 在河口湖開設的釣魚學院 並於2017年順利畢業 而且在同年的JB Master大賽中獲得了第20名 如此輝煌的新人戰績 讓金迷在2018年正式進入了日本黑爐專家頂尖50人 JB Top50 是JB Top50歷史上最年輕的釣手 據說藤田金迷在每一場比賽前 會連續練習個十多天 以便掌握比賽場地的情況 並且把各處地形用魚探機記錄下來 而且還會一直研究湖面的情況 以及其他參賽者的釣魚習慣 直到比賽哨聲吹起 成為職業選手的藤田金迷曾說過 我盡可能的多練習 儘管我的時間比學生時代少 由此可知 藤田金迷的輝煌戰機並非僅僅只靠天分 反而是下過了非常多的苦心 將時間及精力都奉獻在釣魚這件事情上 藤田金迷屬於全方位型的選手 除了在JB NBC系列賽事 可以看到金迷在盧亭上發揮過人的釣機之外 在2019年 路亞雜誌舉辦的《鹿王暗釣盧盧魚》系列賽中 以壓倒性的總重11160克 擊敗了伊藤巧、三元直之 以及前一代的鹿王、川春光大郎等眾多好手 得到了第12代目《鹿王》的稱號 同時也是歷屆以來最年輕的鹿王 這邊提一個小八卦 藤田金迷曾說過最憧憬的選手 是青木大介 他在2019的鹿王第二戰初賽中 在紀之川擊敗了青木選手 所謂的青出魚籃更勝魚籃 這兩人同時也是先前提到的釣魚學院的畢業生 在高中時期也都很喜歡打羽球 也許打羽球訓練出來的靈機反應 是成為釣魚Pro的要點也說不定了 藤田金迷的釣魚風格 主要以Top Water、水面釣法 以及Sight Fishing、視覺釣法為主 甚至也被許多日本的釣魚媒體 稱為Sight Fishing的天才 其精細的手法 也讓金迷能在高壓的釣場中 得到了不錯的成績 藤田金迷初期展露光芒時 當時還沒有跟大品牌簽約 在2018年的Top50七色湖戰時 使用的是Legit Design 由Wildside 以及Shimato X-Pride的系列 到了2019年時 許多大廠台看到金迷的實力 以及未來的發展性 爭先恐後的想將其納入其下 最後金迷選擇了JACKLE 以及DAIWA簽約 當然隸屬於DAIWA的御用改裝品牌 SLP Works 也是金迷的贊助商之一 此後的比賽 可以看到金迷使用JACKLE的 Revoltage系列釣竿 以及DAIWA的捲線器 紡車捲線器使用了X-SYST LUVIUS ARITY TATULA LOT等等 雙周捲線器呢 則使用了STEED ZELEON等等 而在2021年的賽事中 DAIWA也替藤田金迷 打造了一系列Prototype四座桿 相信在不久之後 就能看到這系列的桿款上市 非常令人期待 最後在2022年 藤田金迷向世界發出了挑戰 在黑盧釣的發源地美國 有一場世界級的Best Master大賽 這項賽事是所有黑盧釣手的頂點目標 而這位來自日本的年輕舞者 要以二刀流的方式 同時挑戰日本JB賽事 以及世界Best Master賽事 至本集結稿前 藤田金迷選手已於4月時 在第一次參加的Best Master的 維吉尼亞詹姆士河戰中 得到了第10名這名列前茅的成績 並且在同時間 也拿到了4月份的JB Top50 中得到了遠赫穿戰的優勝 儘管在兩國奔波比賽 但能依舊不減這位天才行星 所綻放的光芒 如果你也是藤田金迷選手的粉絲 那就一起期待他在未來的賽事中 可以締造出更為驚人的紀錄吧 今天的釣魚人物誌就到這邊 以上資料大部分都是從網路上收集而來 如有物請告知 如果大家還想聽哪位釣手的介紹 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們知道喔